那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就7點半 那我們就準時開始 我想說我們等今天邀請到宇軒跟博豪 等一下應該都會有蠻精彩的一些分享 各位大家好 我發現有一些兩個月前的手命筒 那我是蘇柏好 這幾年來主要的收入是玩手 其實我還有參與一些攝影活動 以及宇軒舉活動 大家好 我是宇軒 然後我是暑假在勞政 然後算是公讀 然後主要的工作就是跟勞政的 就是大家一起研究這一份 就是製作然後研究這一份文卷 然後我也是一個社工系的學者 這樣 請各位指教 那就很感謝各位今天來參與這樣的活動 那我想平台外送人員 它的這個確實是一個新的一個勞動的關係 那包括像說是勞政 其實我們去年剛好跟哲露 也差不多是在十月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舉辦一個相同議題的一個講座 可是我們那時候探討的是 零工經濟是否等於零稅勞動 那我們那時候邀請的是文化大學勞動系的李建宏老師 那大概會從一些比較學術上面的狀況去分析這樣一個問題 那後來勞政我們覺得是確實平台外 整個零工經濟會零工經濟它的樣態其實是很多元 包括像是我們大家可能比較常接觸到的平台的外送 或者是像是重包的一個形態 那勞政我們會覺得是說我們非常的想要知道說 那這樣的勞動型態到底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勞政我們在今年的收集中 我們就對於平台外送人員的調查 我們投入了蠻多的一個行李 包括像是剛剛有幾位就是有參與我們暑假的一些活動 我們在暑假的時候其實就有針對台灣送人員 我們在網路上有做一份問卷的一個調查 那其實也有請博好幫我們就是把這份問卷調查分享給請 實際上在從事這份工作的夥伴 請他們填寫一下他們的大概的一些勞動的一個狀況 那包括像是勞政我們也針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也辦了一個青年的勞動的訪調陪例 那包括像是我們有幾位參與的夥伴 其實都我們從這個一對龍去學習如何去做訪調 然後再從那一份問卷 我們請這些訪調的學員去做實際上的一個電話的一個訪談 那我相信等一下李萱就會從那個部分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那從這份訪談裡面我們得到了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一個收穫可以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我們問卷收集到現在狀況大概是收集到的126份線上的一個問卷 那實際上我們去做電話訪談的是12位 那一開始的時候我先佔用一點點時間來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說 那我們從這一份問卷網路上的問卷調查 我們得到了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那或許從這些數據裡面 等一下或許宇萱或是博豪也都可以再跟我們做一些比較進一步 他們第一線的接觸 或是自己的生命經驗如何去看這樣的一個數據 那我就先跟各位比較簡單的介紹一下說 我們這份問卷調查裡面我們得到了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首先我們從這份問卷126份的問卷裡面看到的是 從事這份工作的大概都還是以生理男性為多 大概占了83% 女性其實占的比例其實是比較少的 大概只有17%左右 那接著我們看到的是從年齡的分布 我知道目前在做平台外送人員勞動狀況的調查 大概勞證這一份可能是第一份 針對於外送人員的一個勞動狀況的一份的調查 網路上有另外一份 就我知道那一份應該是平台業者他們做的調查 那填寫那一份問卷 他其實沒有包括單純的是外送人員 他可能還包括是一般的消費者 也都會 也都可以填寫這樣的一份問卷 那勞證這一份問卷 我們就是特別的是針對平台外送人員 請他們做這樣的一個調查 我們可以看到是年齡的分布的狀況 大概來講都還是年齡都還是會比較年輕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是20歲以下大概是學生 因為我們同這一份問卷大概分三個狀況 一個是正職工作者 就是以平台外送為正職 一份是兼職 就是他還有另外一份工作 另外一份是學生 我們看他是學生大概20歲以下3% 21到25歲15% 那我們可以看到是其實平均年齡大概都還是會 大宗的大概都還是26到35歲 大概就佔了接近一半46%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可以看到是這個是剛剛跟各位講的就是 大概我們這份問卷調查裡面做出來 大概是正職跟兼職的人大概是差不多的 大概都是40%左右 那其他的就是學生的一個身份 那接下來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大家都會關注我們平台外送人的時候 大家常常在台南想到的就是說 他們面對到很高的一個風險 那除了進入到商業保險之外 有一個部分就是勞保 我們現在的職業展開的保險 他還是掛在勞保裡面 還是掛在勞保 所以我們就會想要了解是 那這一群從業人員 他是否是有進入到勞保裡面 我們看到是其實有蠻大的一個比例是沒有投保 大概是40% 那即使是有投保 即使是有投保 35%他是有投保 可是他是投保在其他的工作 那會代表是什麼樣的意思 比如說他可能有 他原本就有自己一份工作 所以他的這份勞保的身份是保在他原本的工作 那我想說那這樣子沒有問題 可是當他面對到職災的時候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去勤引死災的保險 因為他從事的是 與他勞保的身份是不一樣的 所以即使這群人他有進入到勞保裡面 可是當他面對到平台外送 可能租車禍的時候 他是沒有辦法勤入 他是沒有辦法勤入 可是他只能針對他以後 譬如說老年寄付的年次 他是有辦法去累積 所以他這部分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去處理到死災風險 後面的補償相關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看到是真的有進入到職業工會保險的 大概其實人數其實是非常的低 大概只有19% 那有些人他是以填寫的是以在平台的身份投保 那這部分呢 我們會覺得是比較特別 比較特別 因為就我們理解到是平台跟這群從業人員 大概他們都還是深深是以承來的關係 所以為什麼會有7%的人他是以平台身份投保 是比較蠻特別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看到是為何我們針對 是為何從事平台的外送人員有幾個選項 讓大家去選擇 126份裡頭有其中110個人 他覺得是時間彈性 時間彈性 這是最大眾的 那其中86個人他覺得是可以增加收入 然後大概是48日從事門檻低 不影響原有正式工作 賺零用錢跟打發時間 我們看到是大概的大眾都還是以增加收入 跟時間彈性為主要的一個大眾 那接著是我們是剛剛看到的是 他為什麼會進入到平台外送的這份工作 那我們這個數據看顯示的就是 那每週從事外送的平均工作時間 那我們是從20小時做一個單位 可是我想要讓大家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概念 就是各位你們知道 如果是以勞動基準法 如果是以勞動 當然平台外送人員他現在的身份還是很模糊 他是不是用勞基法 可能都還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如果是以勞動基準法 各位知道是每週的正常公司是多少嗎 40個小時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用40個小時 做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基準 了解到是如果是你一個正職工作者 每週工作40小時的一個狀況 我們看到是平台外送人員 我們看到是其實他們的工作時間 其實是很極端的 包括因為你的身份可能是堅持 你的身份是正職 所以會顯示出來會有兩個很大的一個差距 我們看到是有30%的人 最多的數據是30% 他工作時間是20小時以下 可是另外一個最大中的狀況 其實是最極端的50小時以上 那這一群人大概都是正職的工作者 他們每週工作時間是50個小時以上 我們可以看到 大概是這個數據可以大家來看一個 比較特別的一個狀況 其實他們的工作時間是非常差異非常的大 因為你的身份可能是正職 你的身份是堅持 甚至你的身份是學生 那你的工作時間可能又更少 可能就更少 那剛剛是每週的工作時間 那我們來看到的是單日的外送公司 我們剛剛講的是每週的正常公司是40小時 那每天的正常公司是 各位知道是幾小時嗎? 8小時 8小時 那我們一樣是用8小時這個概念去做一個 比較簡單的一個概念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8個小時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這個 5% 16% 35% 他們的工作時間其實是 就是在 呃 我們看一下是不好意思 只有 21% 他的工作時間 單日工作時間是未滿8個小時 其他的 35% 他是8個小時以上未滿12個小時 那我們每天的規定是正常公司加延長公司 其實是不能超過12個小時 超過的話其實 依勞動基準法 就叫做 違法 就叫做違法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這段的數據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其實大家的公司 基本上來講其實是單日來講是蠻高的 蠻高的 我們可以看到是有30%他是12個小時以上 未滿16個小時 那我們可以看到是即使是20個小時以上 那單日曾經的職場公司可能都有3% 他的單日喔 我們一天只有24小時 還有24小時在從事外送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們看到是他其實是工作時間來講 其實是非常高 其實是非常高 那剛剛我們看到是工作時間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的就是每週的所得 每週的所得 我們可以看到是 大概是5000元以下最大宗是35% 35% 可是 這個 5%這個是 2萬元以上 後面沒有跑出來 這5%是2萬元以上 我們可以看到也是有5% 那我們可以看到是這個是 平均每週的 所得的一個部分 那這份文件 後面的這個部分是我們針對外送人員 讓他比較主觀的 剛剛那都是一些客觀的一個狀況 包括像是他的工作時間 包括像是他的每週的所得 那這部分其實是比較主觀的部分 我們想詢問到的是 那覺得有哪些部分是人帶改善 因為我們從這份文件裡頭 我們可以發現到 有一個數據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們126份做出來之後 大概有50%的人 就是一半一半 一半的人他覺得這份工作不是他想要長期工作的 他其實是會想要離開的 不管他現在的身份是正值或是減值 大概都是50%的人 覺得我這份工作是短期工作 我不會想要長期做 學生的身份大概更高 大概是80%覺得說 這份工作就是短期工作 我就不會想要長期做 所以我們另外一部分就是認為 請外送人員他主觀的認為說 那有哪些部分去人帶的改善 那我們可以看到大概都還是跟所得有比較大的關係 大概都跟所得有比較大的關係 126份頭大概106他覺得應該是提高單階的金額 然後83是增加獎金 那他其實大概跟獎金有關係 大概就降低獎金發放了門檻 大概都還是跟所得有比較密切的一個關係 那這份的部分其實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大概能猜得出來 就是從聖品牌圍堂的時候 這群外送人他最擔心的事情是什麼 那當然最高的就是車禍 車禍其實包括是我們的 宇軒可能有去或是國華店 還有一些蠻精彩的故事 去談到是一個部分是 其實大家真的都很擔心車禍 大家都很擔心車禍 但另外一部分是 餐廳的備餐時間過久 跟聯繫不上 因為是大家的 那一下下跪什麼 那ö 這個遇到奧開是我們後來自己挖晟 說對 這個遇到奧開 oc 008 好像蠻有趣的一個 killed 我把它放近去 到這份問卷裡頭去 其實大概是 一半 126大概是 6 大概是一半的人 他覺得最難選是遇到奧開 那我們看到依序是 迷路找到地址塞車 或著是其他 覺得 從事這份工作 他都覺得很ok 很放心的 其實只有兩個人 126人裡面只有兩個人 他覺得這份工作是OK,他完全都不擔心的 其實是比例來講,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一個底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們針對 勞政針對這份平台的外送的問卷做的一個比較簡單的一些數據的一個介紹 那也讓大家有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概念 那等一下再請雨萱跟國豪他們從他們的問卷 或是從自己的生命經驗裡頭去跟各位分享一下說 那平台外送的一些相關的一些經驗 那我們現在就把時間給雨萱 大家好,我是雨萱 然後就像TVD上面寫的說 我是暑假在勞政擔任倡議專員的工作 然後其實會有這個機會到勞政工作的原因是因為 我其實是去年勞政的屬期實習生 然後如果就是這邊有社工系的大家都會知道說 我們社工系在畢業之前就是有必修課一定要到機構實習 那去年我就到勞政實習這樣 然後也就是因此有這個機會可以來到勞政 然後就是以一個很不一樣的身份 然後參與勞政的工作這樣子 好,那這一份研究就是我們當初會想做 其實是有一個很...就是有幾個蠻特別的目的 第一個目的是說其實勞政過去一直在處理的問題 就是就我所知啦 就就我所知 勞政一直在處理的問題 通常都是比如說勞資糾紛 這是在一個既定的勞... 就是你們已經是雇用關係底下會出現的問題 那大部分... 大部分勞政在處理的案件... 勞政在處理的議題就是比較涉及到這些 或者是像勞計法 這些都是在...就是一般的雇用關係底下發展出來的議題 那大概從幾年前開始就是說 外送員被這個職業 然後這個平台被引擎到台灣以後 其實某種程度來說 台灣的勞動市場發生一個蠻巨大的變化 就是那這些人平台跟他說 就是他們不屬於雇用關係 他們是屬於我把單字交給你 幫我完成這一份工作 我們買的不是工作的時間 而是工作的成果 那這個某種程度... 如果根據平台這樣的解釋的話 原則是啥? 這就很像是承攬關係 但是你會發現這些外送員他... 他所有的... 絕大部分的工作都只能透過平台來接收的時候 或是他們自己沒有那個能力去聯繫 就是單獨不透過平台而聯繫到足夠的 比如說工作的量的時候 那當他實際上... 就是說雖然平台沒有這樣跟他講 但他實際上只能透過平台來接工作的時候 那這到底算物館關係還是勞動關係這樣 物館關係還是展覽關係 那第二個還有一個點是 其實勞政他作為一個倡議組織 基本上就是跟大眾宣導的事情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物件 那就像剛剛蘇維有講到的 就是我們暑假也針對這個議題 然後辦了一場就是營隊 然後那邊就我們就是辦營隊的學員這樣子 也是這次參與到我們直信訪談的成員這樣 好 那在研究架構上就是 我們其實主要是有分量化跟直信的部分 然後第一個量化的部分就是 剛剛蘇維跟大家介紹的網路問卷 那我們也是就是透過一些管道 比如說像博豪這邊 還有我們自己潛入到那個外送員的社團裡面 然後就是請外送員們幫我們就是填寫這樣 然後直信問卷其實是根據這個網路問卷 就是我們在網路問卷最後就是有 就是在網路問卷上面問問題說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不可以願不願意接受我們進一步的直信訪談 然後藉此找到一些就是願意接受我們訪談的外送員們 對 然後我們主要的訪談呢 就是除了我自己也有做訪談以外 我們暑假就是辦了一個訪調營 就是我們也藉由就是陪力一些學員 然後讓他們就是也一起 就是參與到這個議題裡面 然後去訪談這些外送員 那我們訪談的方式就是比較簡單一點 可能不會到說我們有很長的時間做訪談 因為畢竟是贏隊 然後我們的訪談就是採取比較一次性的訪談這樣 然後其實我們就是我們在訪談的 我們在訪談的方式上我們就想說 因為一般的訪談有分成結構式的訪談 然後無結構式的訪談跟半結構式的訪談三種 那我們就想說如果有結構式的訪談 可是我們已經有量化問卷了 那我們在問一些只有固定就是是或否或是 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固定選項的答案的話 那好像沒有辦法去多去了解 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直信訪談下 我們想要去了解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這樣的目標 所以我們就放棄結構式的訪談 那我們又覺得說五結構式的訪談好像有點太困難了 就是我們畢竟這個訪談還是有一些基本的目標 所以最終就採取了半結構式的訪談 我們有設立一些體綱 然後就是依照這些體綱 我們有就是讓訪談者跟被訪談的人 有就是往下發揮的過程 就是說不是說這不是一個完全封閉的問題這樣子 好 那我們的訪談方式就是最終是有面訪跟電話 因為原本我自己期望說希望可以面訪 畢竟面訪的話你可能可以多聊一點 就是你在電話訪談的時候畢竟很難建立關係 就是好像始終你就是不太熟 但是可能是因為就是外送人其實一方面都很忙 二方面是說就是也有些外送人他可能在高雄工作 那我們就比較沒有辦法說 我們為了做一個訪談就跑到高雄去 所以最後就是有些人有辦法遇到面訪的就是面訪 有些人沒辦法的話可能就用電話訪談這樣 好 那在我們的訪綱的設計 設計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主要是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基本資料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勞動關係 最後才是生命故事 那其實我們這樣的設計是有一個漸進性的 就是我們一開始基本資料這看起來好像有點廢 就是它其實在量化的問卷 網路問卷裡面其實就可以問到一些問題 比如說你的一個禮拜跑多少時間啊 你的收入多少錢 但是其實對我們來說就是 這些基本資料的詢問 我們會覺得說它是有點像是你先去建立一些關係 不然你打電話過去批頭就或者說 欸 你有什麼生命故事可以跟我分享 這好像有點奇怪 對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勞動關係 那勞動關係就是 顧名思義畢竟我們是要了解 就是外送人在工作的過程中的一些大小事 所以這也是我們很重要的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就是我們希望可以 就是我們在網路問卷中已經有得到一些結果 那我們會希望說他們可以對這些結果 比如說他在網路問卷中有提到說 可能會有人提到說 我一個禮拜工作12個小時 那工作12個小時通常如果你是 如果比如說像我好了 我身在一個幸福的家庭裡面 我不會想到說我今天做一個工作 我一定要工作12個小時 我今天做一個工作 然後我一天需要去工作12個小時 那他工作12個小時 那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這是我們做這個執行問卷 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這樣 好 那接下來就進到說我們訪談的結果 有一些整理 那在我們整理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在背景中就是兼職的人算是 我這邊寫居多 是因為我覺得就是我把它寫保守一點 其實兼職的人真的還蠻多 我們在13個資料裡面 其實我們有八個人都是 九個人是兼職的 然後在這個兼職的選項裡面其實蠻多人是 有一部分的人他是有一份正職的工作 然後另外一部分的人他是有很多份兼職 可能比如說有人是雙開的 比如說他是Uber跟FooPanda一起做 對 看哪時候哪邊好賺 他可能不好可以講一下就是兩邊的計算方式 對 有可能是這樣 也有些人他可能是 就從事起另外一份的兼職工作 可能不是外送員這樣 對 那他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有些人是把這個工作當成他找到正職的 找到正職工作之前一個過渡性的工作 那就是在 因為今年是疫情嘛 所以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狀況 那我們也就是可以預期說 因為疫情然後可能失業者會相對比較多 這個狀況會特別的明顯這樣子 好 那還有一個重大發現是 就是我們發現投入這個外送工作的人 大部分就是 其實他可能講的 就是他可能不見得是單一的原因 就完全是為了賺錢來的 可能也有些人他說 我就是想要騎騎車 或者是 我覺得我很享受服務人的感覺 但是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有在過程中提到說 我可能是因為想要多賺一點錢 不管任何原因 因為想要多賺一點錢 所以我投入到這個外送的工作 那 就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有些舉例 比如說像有些 像我有一個我有訪談到一個受訪者 他是因為他要買房子 應該說因為他買了一個房子 然後他希望說他可以早一點還清他的貸款 然後他就下來做這個外送人的工作 那也有一些比較面臨到困難 比如說 另外一個我訪談到的訪談者 他就是 家裡裡面有人 就是他原本在北部工作 然後 但他的就是媽媽 就是住在高雄的媽媽 然後生病了 所以他只好回到就是鄉下 對 那算是鄉下 他住 我也忘記了 反正就是高雄 不是高雄市的地方 對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在疫情 另外一個就是 疫情影響到本業收入 我們有一個受訪者 他是在做按摩業的 然後 就是 畢竟按摩業就是要很 就是 一定會有身體 肢體接觸嘛 所以 在疫情底下 就是按摩業其實不太 就是也會 聲音也是面臨到蠻大的影響 所以他就是 我覺得他很酷 他是在上班的途中 欸如果沒有人 他就跑出來做幾單這樣子 對 好 那 我們在關於勞動關係的問題裡面 還有一個問題是說 欸 你覺得在現況上來看 你認為 你自己 就是外送員跟雇主 就是 不是雇主 跟平台業者算是什麼樣的關係 其實大多數的人 他們都認為說 欸 其實他跟平台應該比較像是承擔關係 這其實也是 這個結果其實對我 我或是勞生人工作者來說 其實不算是特別意外 就是 因為當初我們會有這個 我們會想要去多做研究的原因 就是我們發現 從我們勞生的立場來看 這很明顯就是雇用關係啊 就是你花了這麼多時間在同一個公司裡面工作的感覺 那應該是雇用關係沒錯 才對 可是我們的想法竟然跟這些勞動者 他們自己希望 他們自己認知 或甚至我等一下講他們希望的勞動關係是不太一樣的 對 那他們認為他們為什麼是承擔關係的原因 其實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剛剛我們在數據上有提到的是 他們認為公司是很彈性的 就是說你沒有強制說 我這個時候應該要上來 我可以我想上的時候再上 所以這應該不算是定義上的時候 我們是雇用關係 那第二種就是 他們認為說 他們有拒絕接單的自主性 就是說我今天我想接 我再去接單 我不想做就不做 這其實就是某種程度跟公司的彈性有點像 但是其實我們就是 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後來發現說 其實這個拒絕接單也沒有像想像中這麼的自由 就是其實如果你接單以後才發現說 這個地方很遠 或是這個地方 或是這個餐比如說很難送 它可能會灑出來 我為了避免說 我不想要被客人抱怨 我可不可以棄單 其實這個棄單是有很多的限制的 對 就是給他可能不好 可以再分享一下 那第三個就是說 他們即使認為是承攤關係 其實也很多人他會覺得說 平台 他在訪談過程中也有表示到說 他覺得平台沒有負起責任 然後他覺得這個責任好像是平台 不管說是義務上或是道義上都應該要 不管說義務上或是道義上 就是覺得平台應該可以負起的責任 比如說像保險啊 或是什麼不發狀況的 比如說像我今天我發生事故了 然後我想要想說 平台可不可以至少保障我一點 可是其實大部分的時候平台會說 我們這個 我跟你不是僱傭關係 所以沒有這回事 那但是就是即使這些人 就是這個想法是即使這些人他們認為說 是他們是承攤關係的這些人 都還是會有提到一點 那我為什麼這邊會特別放一個受訪者12 就是我們的編碼 受訪者12他有講到說像熊貓那種比較像雇傭 這個是我們在訪談中 就是才釐清的一個點 原來是因為 我那時候在追問底下才發現 原來是因為熊貓他們是 Fukenda他們是有排班制的 就是他們 他們其實沒有像想像中說 就是我今天想做再做就好 我今天如果我想做我還要先去排班 看這個時間 我能不能做 所以他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自由 那接下來是我們有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在剛剛那個問題說 我們剛剛在這個問題說 你覺得我們現在是什麼樣的關係 之後又問了一個問題是 那你覺得在你期待上 你希望你跟平台是什麼樣的關係 那在我們的受訪者裡面 其實有8個人他希望是承攬關係 那裡面的理由 我還誤誤就是希望說 我希望保持這個公司是比較坦性的 然後他們也覺得說 我今天自己去跑 那我跑多跑少是我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今天我應該要 就是如果保持這樣承攬關係 我有可能不是臨時薪水 比如說一個小時就160塊的基本薪資 我可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衝到一個小時250塊 他們就希望說承攬關係底下可以維持獲利 但是比較有趣的是 在這些希望自己跟平台是承攬關係的這些人之中 其實還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人 8個人裡面就有5個人 他還是希望說平台在某種程度上 還是需要提供一些保障 或者是一些危機處理的機制這樣 其實另外還有一些人他會認為說 就是希望他跟平台可以是雇用關係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大部分的受訪者他有提 他們都會提到說 主要為什麼會希望是維持在雇用關係的原因 是因為希望平台可以保障他們就業安全 比如說我今天出車禍的時候 有人可以負責理賠啊 或是有人可以給我至少給我一點補助 不要讓我可能我只是為了賺一點小錢 結果我受傷了又要付出一大筆的醫藥費啊 然後家裡又出問題這樣 那我們也有就是在 我們在問題裡面也有提到說 那你們有可能認為說這份工作 你們會不會希望這份工作是長期的 可以一直持續下去做這個工作 那我們訪談的結果發現說 其實很少有外送員他們會希望 他們會希望或是覺得說這份工作要做得長久 就大部分的人他通常都是把這一份工作當成是 暫時性的或是很短期的 在我比如說我現在集用一些錢 然後可以當作是一種經濟補充 或者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在找到下一份正職工作之前 在那個短閒期的時候至少維持一下省計 對 那我們會發現就是他們 就是為什麼會很多就是很多外送員 大部分外送員都沒有把這個工作當成是一份生涯的工作 或是長期的工作的原因 還有一個還有兩個是 第一個是他們會認為其實危險 這個工作是有存在一定的危險性的 對 那我們有一個受訪者他就講到說他就是到那個陽明山 陽明山送外送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陽明山 陽明山很多房子是他在那個大道旁邊 然後他還要往裡面走 然後那裡面都是很多階梯啊 或者是很不方便的路 就是我可能車子要停在那裡 然後我還要提著大高小高的東西 天氣我可能還不好 然後我就要徒步走那些很不太方便的路 那就是那個外送員也有提到說 他在這樣的過程中曾經有受傷 對 所以這份工作其實對外送員來說 並不是一個相當安全的工作 那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我們會認為說 從很多受訪者的回饋上 他會覺得說其實這一份外送工作 並沒有讓他們在技能的積累上有所成長 就是我們比如說我們一般在一份正職工作 或是一份比較有保障的工作底下的話 可能我們有升遷制度 有培訓制度 那我們可能可以慢慢累積相關的經驗 可是在外送員這個行業裡面 騎車很簡單就是說我們所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 接單 然後到騎機車或是騎任何交通工具 到店家 然後取餐 取餐完以後再把這個餐點送到顧客手中 那在這樣的過程中 工程度來說 其實是幾乎沒有什麼技術是可以被學習的 就是騎機車大部分的人在台灣 大部分的人都會 這不是一個具有稀有性的技能這樣 所以其實這份工作基本上 不會讓你在技能上有所成長 所以就是換句話說 就是你在技能上沒有有所成長的話 其實你的待遇基本上也不會有往上升的狀況 所以對於這些外送員來說 這份工作並不是他們在生涯規劃中 會認為上席可以擔任的這樣 那再來是對平台機制的意見 這邊其實我講起來是有點心虛 因為我覺得國豪一定更了解 就是我們在訪談的過程中會發現 其實在FooPanda或是WooRace 就是在外送平台底下 他們的很多機制其實是不太透明的 就是他們怎麼去算你的錢 怎麼去發給你獎金 或者是他用一些勞動控制的手段 比如說他可能會限制你的接單率 他有可能會透過譬如說 接封時間或離封時間不同的價格 來控制外送員的數量 這些東西其實對外送員來說 其實都是很不透明的 所以我們就在訪談中就有特別詢問到這個地方 那其實外送員對於就是 外送機制的透明化就有蠻多的想法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有一個外送員提到說 在他短短的工作了兩到三個月的期間吧 就是FuPanda就已經片面的調整了 就是薪資計算的方式 或是每單 每單能收到多少錢 可能現在可能還比較薪資 就是每單可以收到多少錢的這個計算方式 其實是很常變動的 那其實我們一般在講 承攬關係的狀況底下的話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預測就是說 在承攬關係底下兩方 在這個案例裡面可能就是外送員跟平台 其實他們應該要有 如果是承攬關係應該要會有溢價能力 可是在這些外送員的跟我們反應的狀況底下的話 其實這個所謂的溢價能力 在外送的行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對於平台業者來說 他們想要 他們有很大的權力能夠去決定說 欸我今天到底應該要給你多少的錢 因為說實在的就是 這些平台業者它壟斷了外送的市場 所以它也不怕你說 你想要去提 就是它也不會怕你說 你想要去提高你的薪資什麼的 它們有源源不絕的人力可以去補上你的缺口 那最後是我們針對這一個就是訪談 就是這個訪談最後的一些收穫跟反思 我們會發現其實在傳統的 就是一般的傳統的工作裡面啊 通常你會進入到同一個職場或同一個公司的人 你們會有一定的相似程度 就是你們可能會有差不多的知識水平 或者是認知 或者是對於這份工作的期待之類的 那在外送員這個行業裡面 其實這個條件是不存在的 因為你只要你有任何需求 或是你有任何困難 你可能都可以很輕易的進入到這個職場 在這個職場裡面 有人可能是學生 有人可能是40多歲的面臨失業或是在就業的人 有人可能是 有人可能是 我講一下 反正就是這個進到這個行業的人 其實是百百種的 那說實在就是他們有很巨大的差異 那在這個巨大的差異底下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大家認知很不一樣的情況底下 這些人很難去團結起來 就是我今天可能有一個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然後他希望可以去就是集結大家一起發聲 這個事情其實是不太容易的 因為大家可能對於這份工作的期待都不太一樣 有些人可能覺得說 我今天是只想做兩個月啊 我幹嘛還要去幫你去爭取什麼權益 反正你這個要搞很久 我還有可能被逢殺什麼的 對 那然後我們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接下來還有一個發現是 就即使大部分的人 就是在我們的結果上 不管是量化或者是直性訪談底下 結果上都會顯示說 這些人還是希望說可以維持承難 這個品牌還是可以維持承難關係 但是其實他們在維持承難關係底下 還是會希望說這些就是外送平台可以負起一些責任 或是給他們一些保障 我覺得這也是這個議題最困難的點 就是基本上你會希望可以公實彈性 可是這個工作其實基本上是一個非常高風險的工作 那最後一個是我覺得我在這次訪談裡面 最印象深刻的一個受訪者 就是我們當時或是下午打電話給這個受訪者 我們是電話訪談 然後我打電話的時候 他的就是他接過來那一頭是很吵 然後他就說不好意思我在開車 因為我們那天其實我們原本是早上就要跟他約 可是結果他早上突然就跟我們說 那個我早上有點忙 可不可以改成下午 他就打電話過來 然後結果下午我們打電話給他的時候 他又說他在開車 結果我就覺得奇怪了 為什麼好像他一直都在很忙的狀態 結果在我們的就是我們訪談中 他才提到說他那天早上就是要做外送 然後下午又要帶小朋友去復健 然後他們的家庭其實面臨到的困難還挺多 就是他的日常工作其實是在台積電工作 然後他在台積電工作其實不是那種準時上下班 他是有點像是技術員 我不確定他確切做的是什麼工作 可是他工作的時間是下午3點到半夜12點 然後他可能每隔兩三週吧 每隔兩三週還要再就是輪一次大夜班 輪一次還是輪一週就是 那他這一份工作其實非常的不固定 再加上他的家裡的狀況是 他有一個小朋友是有一些先天的疾病 所以他必須要常常到醫院去復健 所以他也需要去載著他的小朋友到醫院復健這樣 然後他們就他的伴侶他的老婆因為照顧了壓力 所以其實面臨一些精神的狀況 然後其實也是非常的不穩定 就需要這個爸爸 然後就是隨時都確認說 爸爸的狀況好不好 或者是怎麼樣 所以我會發現其實就是當時Uber跟福平達 或是任何一個就是外送品牌 他進入到台灣的時候 他最常打的一個口號是什麼 他最常打的口號就是 你想做就在做 這是一個很輕鬆的工作 你是來賺個外快 可是我們最終會發現 真的聽到這個就是Uber跟福平達這種品牌外送業者 他們其實是他們的彈性其實是被動的 就是像我們這個受訪者 他基本上他為什麼會去做福平達這個工作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任何一份兼職可以去cover他說 喂他今天我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就要輪一次大夜班 沒有任何一份兼職工作可以再這樣 所以他這有一個他這有一份不穩定的 就是公司不穩定的正職工作的狀況底下 他只能用另外一份不穩定的兼職工作 來就是來增加他的收入這樣 這個我們在這個爸爸他們一個月家庭 家庭光是支出就要花到七萬塊 所以對他來說其實非常的就是壓力非常的大 是啦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大概到這邊 謝謝大家 那就謝謝宇軒的分享 那我想勞政我們會想要關心這個議題 我想要先問一下各位就是說 因為現在手機大家都很方便 各位有使用過平台外送的夥伴 會廣泛報局下手 就是你有用過的 大概滿多夥伴都有用過 其實我之前都沒有用過 可是因為我要做這一份的 老實要做這一份工作 所以我自己有下載 我自己有下載 那其實我會發現到的是 其實像我剛剛在聽宇軒在分享的時候 就收到一個平台就說 又有什麼優惠啦 那確實是這個優惠有時候都會很誘人 比如說像是勞政我們隔對面一條路就有一間飲料點 我可能有時候我用平台送 請他送啦 就是會有一個人騎摩托車去把他拿 我走過去五分鐘他幫我送過來 會比我自己去現場還便宜 有時候游會下來確實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老實我們會想要做這樣的一個議題就是 我們有時候在看到 有句話我滿喜歡的就是 我們需要的是勞動力 可是來的是人 每個人他會進入到這份工作 他的差異性其實是很大 包括像是到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宇軒或者是我們自己做的問卷裡頭 其實每個人的差異性很大 比如說有可能是說我需要錢 可是你去看他為什麼需要錢 有時候可能是 我可能就是想要多多多多 因為我開銷打 我可能想要多一點點零用錢 我想要買一些奢侈品 有些人可能是因為家 可是有些人可能是因為家裡的需求 比如說家要吃到保護住 我家裡延遲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需要額外的收入 那有些人他會說 我工作時間需要彈性 會覺得工作時間需要彈性 可是原因又很不一樣 有些人是因為 因為我原本的工作 我只能再做另外一份彈性的工作 來迷我這份彈性的工作 有些人他是因為 我就是要 比如說我正常工作時間八小時 我再另外多使用中間休息的時間 我使用晚上的休息時間 所以我需要工作彈性 所以其實大家進入到這份工作裡面 差異性其實是很大的 其實是很大的 那我們剛剛在提到的其實都是以一個 有點像是旁觀者的一個角度在看 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我們等一下 所以我們會又特別邀請到柏豪 我們可以看到是柏豪 今天的裝扮是全副武裝 他可能看到柏豪就說 那柏豪就是一位從事普胖大的從業人員 可是我等一下請柏豪自我介紹的時候 大家就會相信 他身分絕對不會只是一個從事普胖大的從業人員 會比這個更厲害很多 那我相信等一下 柏豪也會提出他很精彩的一些 他生命經驗的一些分享的一些故事 那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我們柏豪 我發現很多人我沒有看過 可是PTT是上一份 我並沒有另外準備講到 我只有稍稍增加一點 所以上次是我有聽過的要請包涵一下 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舒伯 那我之前在2014年的時候 參與到社域的活動 又當過一鑽石公民記者 之後加入副黨 參與到馬祖的 到離島通降去 來選立保雲跟縣長 那在這個過程中 外送員是變成我籌款的一個方式 因為他賺錢速度真的很快 跟一般工作比起來真的快非常多 而且可以讓我階段性的 譬如說我只做兩個禮拜 我就可以飛馬祖 再去那邊服務 像今天兩個禮拜 就用這樣的模式 所以讓我取得這幾個 正在這幾年裡面 取得還蠻穩定的收入 這樣子 然後外送 我大概是在2016年 Uber登台前 UberEat登台前 一個月加入正的工作 但他還沒有登錄前 但目前的前三大是 Fu Panda UberEat Dirible它已經撤牌了啦 那沒有辦法 可是我要特別講的是 因為它的暗地非常的經典 所以我必須還是要特別拿出來講 那Fu Panda 大概在2012年登台 可是在2016年2017年 外送平台 雨後春筍成立的狀況下 他曾經被競爭到幾乎 Cup走不下去 只剩200個外送員 這現在也是無法想像 現在它現在有3萬個吧 對 恐怕有3萬個龍掉 那個時候剩不到200個 就只剩台北核心區 然後Uber當初一開始就搶到 最高市占率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平台叫 Hannesby 在去年退出台灣市場 他當初也是第三大 那在Hannesby 退出台灣市場之後 Deliver物產 接續進來成為第三大 那大概是這樣 然後外送員的組成呢 大家其實還蠻多的 那是各行各業想剪裁的人 我只是像剛剛同學講的 我只是想要一份剪裁 然後我很有政治的工作 很有各種狀況 我有遇到過律師 真的有律師 律師其實不見得那麼好做 所以有看到律師在兼職 那會計師也有 那個公務員也有 那大家一定會覺得奇怪 公務員不是不能兼職嗎 對 為什麼會有公務員 那是因為UberE 只是幾件UberE 可是這個動作可能可能沒有了 對 這個UberE它在目前國內的定位 叫海外電商 海外電商的話 那我們的收入叫海外所得 它這個匯美金進來 它這個每兩個禮拜匯支美金 再進來到你的戶頭 它不是領台幣 所以我們領到的錢 其實都跟上面的數字有落差 因為它有匯對的差異 但它只會多不會少 它會多一點點給我們這樣 那因為算海外所得 超低於一百萬不用申報的關係 所以很多公務員也就拿這個來當天才 因為 查不到 如果你沒可以去查 根本查不到 對 那再來就是想自有工作的人 就像我這樣子 就像我上一次跟大家演講的是幾個月前 可是這幾個月其實我沒怎麼工作 對 可是 你說上次有評過 就知道 我其實在那一段時間 後面也會講 在那一段時間賺到錢 我到現在就還沒有花 我夠了 我其實可以支撐 我很長一段時間不用工作 對 然後 走投烏路的人 我真的欠債欠很大的 真的 我們有遇過很多 像我現在知道夥伴裡也有 那個欠塔債的 欠房貸的 欠地下支隆的 通通都有 甚至有地下支隆 輔導 進入Uber Ease 進入外送平台 來賺錢還他們 這也是有發生過的事情 這也是有實力的 單親家庭 你需要照顧小孩子的時間很多 而且 小孩子固定就是要那幾個時間 一般工作沒辦法配合 所以你看就只能做外送 然後還有一些退休老人 真的沒事就是連身體 走步行的也有 腳踏車的也有 他就是想說沒事 賺個便當錢 賺個飲料錢 比較典型的是去年開始 去年開始我們有 開始進入到FuPanda 一些承染制 雇傭制 整個外送平台 這樣的爭議 那為什麼FuPanda 一開始會引發這樣的爭議呢 是因為2012年登台的時候 他是 雇傭制 聘雇外送人 然後 有很多嚴格的規定 例如說 他規定 你加入的外送人 一定要每個月排班14天以上 對 14天以上 半天或全天沒有關係 可是一定要14天以上 然後學生才能降到12天 對 那就是有這樣的規定 當然相應的 他也提供外送人家的健保 那個時候是有的 現在是沒有 可是那個時候是有的 可是在2016年底 被那個 德國的集團 收抵 Rail Hero收購之後 2017年就開始大改進 被後來引進的外送人 全部都被 全城市承染制的外送人 那當然 從每個月 每個月要上14天 12天 那個規定也是 隨之解除 就沒有了 對 那到2018年的時候 所有外送人 一律換約成為承染制 就是之前 簽僱傭的一片承染 但是 這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在僱傭制時期 定下來的很嚴格的規定 例如說 你一定要穿制服 你不能奸著跑其他平台 奸著跑其他平台 也是下班時間也不行 下班時間如果你跑其他平台 被夥伴檢舉到 或被他們有定期尋 巡視區的人員有看到 那就是解約 那就是再見 那所以 整個制度上就非常的不公平 對外送人來講是非常不公平 那在勞檢前的話 外送平台的樣態大概是這樣子 熊貓不得聚丹 你不管怎麼樣就是要接 一定要穿制服 一定要帶保溫箱 排班制 翹翹翹翹翹都會解約 禁止兼其他的平台 也需要自己跑蛋 需要自己跑蛋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特別把這點寫出來 因為後面有一個 deliver loop平台 它竟然是可以不用自己跑蛋 可以找代班人幫你跑蛋 對 這種很特別的制度 然後 福天道沒有提供保險 然後有一個服役規定 就是你一定要完全遵守他的 不然你就 你就會被懲處 輕則平凡 重則而節約 那uber的話 它就相對比較輕鬆 它沒有太強烈的限制 它只是它有 它還是可以拒帶 可是它有一點點小限制 它不能拒得太兇 然後可以 也需要需要一大把文箱 可是可以自由上下線 不需要穿制服 沒有敲斑不敲斑不問題 那當然也可以提供其他平台 這樣子 那唯一 唯一 唯一 被專案勞檢認定為承籃制 百分之百承籃制 所以 那時候在PTT上來很多人討論說 為什麼 都是外送 為什麼只有他是 他是不是給政府賄賂了 沒有 其實真的沒有 他是無限制可以拒帶 你只要不爽鬆 都可以拒 一定要拒一百張都可以 他完全不限制你 對啊 他也不需要穿制服 他會發制服給你 我等一下後面會看到制服 他都只穿一天就變洗禮了 然後不需要穿制服 他會發制服給你 可是問題是你不一定要穿 他也會發保溫槍給你 你也不一定要帶 你只要 你不一定要帶他的 你只要有帶任何一顆保溫槍就可以了 自己買的都可以 雖然他是排班制 可是其實排班很鬆 你不上線好像你不太會怎麼樣 下班只會影響排班資格 並不會有什麼層次 可以找帶班人員跑單 就衍生出一種很特別的現象 我為了影響 我為了要維持排班資格 那我不能跑了怎麼辦 譬如晚上 我禮拜天晚上要去跟朋友吃飯 不行了 不能跑 我就找一個 我就從外送人群 找了一個 那個誰誰誰 你可以幫我帶班嗎 對 那就這樣子 他就可以帶你的班 然後去跑你的時段 你們自己錢再自己分就好了 就等於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然後他也可以先其他平台 而且特別是他有提供外送人很高額 也不是很高 算很足額的保險 例如說 要舉幾個例子 就是 他是有醫療險 十字食物醫療險一萬塊美金 他是用美金基價 因為從香港的保險公司到的 那一萬塊美金的十字食物醫療 然後不能工作的日額 不能工作的日額 他可以給到七十塊美金 然後如果是兼職外送人是五十塊美金 就是兼你的班的 代班外送人是五十塊美金 就是連帶你的班的都有 對 然後還有一些財務損失 有一些小的財務損失什麼的都有 那所以整個來講是相當完整的一個保障制度 我們是還蠻 我們當初對戶戶送人蠻難加入的 所以有加入戶戶送人外送人 對平台忠誠度都非常高 幾乎都沒有想要離開的 然後到了勞檢 專案勞檢之後 Fupenda受到了壓力 所以他改變了一些狀況 就變成說他不需要穿制服 當然他不需要穿制服的 他不需要穿制服是有相應的代價 就是你會扣掉你的廣告費 他把運費拆成一部分是車子 一部分叫廣告費的名義來給你 這樣子 然後也不需要攜帶大品來保溫一下 就是他用廣告費的名義來限制你 來說 如果你遵守我就是會有廣告費 如果不遵守就沒有這樣子 排班制 最大的差別是 翹班 排班制之後 翹班制會影響排班資格 他已經不會影響到 他已經不會跟你解約了 像我前幾個月我說沒有怎麼再跑 我大概翹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我拍到十段幾乎都沒有去跑 但是現在其實是無所謂 對啊 那也可以兼其他平台 等一下改制之後也可以了 然後也提供意外保險 雖然額度很低 可是療身於無 就是他有一千塊的租業日額 可能兩百萬的死產 就一點點啦 還有比較寬鬆的聚單比例 譬如說現在限制是九十趴 就是整整可以去十趴的單 你只要維持在九十趴的單就可以了 那現在又多新增一個 叫上限時間 這是為了預防我這種選的班 百分之八十多翹班 不去上班的人 因為他現在新增的限制是 上那個到班率要百分之八十以上 對 不是翹班率是到班率 對 要百分之八十以上 那也服役規定也相對寬鬆 就是以前什麼不能穿 不能穿拖鞋啊什麼 現在也比較沒有這樣子規定 對 那收入啊 這個還是弄得清楚 那我五月 我在 我大概是五月的 今年大概是 去年我發生過一次很嚴重的車禍 所以我大概是修了九個月之後 大概五月份付出 然後我給大家看一下我付出之後 大概收入的狀況 五月上半個月 大概件數是六百零三件 然後四萬五千六百二十七元 這半個月的 然後五月下半個月 七百二十四件是五萬五千六百四十五元 所以加起來你會發現其實我五月整個月都賺十萬了 所以確實你如果 你如果有辦法跑單的單量 確實是會有蠻高的收入 六月下半月我們有跑 六月下半月再來 一千因為有免運費促銷的關係 所以六月下半月跑到一千零七件 然後是七萬六千兩百三十五元 半個月 這張有被租學人拿去找了一下 就是這一張 然後下半個月就修 就這樣比較多一點 就是八百零八件 六萬多塊這樣子 那你看這樣算起來的話 你覺得很好賺嗎 其實仔細算一下也不見得 明目收入看起來很高 可是我扣掉油耗 再扣掉油耗之後 你看實際收入大概這四個半月 現在二十一萬多 可是公時呢 公時你看非常非常非常可怕 七百五十七個 我就算五月好了 五月 我一般的法令公時 一個月大概會是多少 四十 四十乘以四百 一百六 一百六 我是兩倍還更多 我是兩倍還更多的狀況 那平均收入的話 大概在接近三百塊差不多 這樣子 也不算差的一份東西 也不算差的一個時期 那外送人最大的風險 就是車禍事故 那我就要提到我去年的車禍 嚴格來講我去年的車禍 不是因為外送 執行外送業務造成的 對 這個比較調的 那個是有故事的 就是那時候剛好公時 有話好說節目 在邀請我上節目 談那個外送員權益的問題 剛剛好 他們剛開始要訴求這個樓 發現這個立體 要做第一集 然後就找到我去 然後就做訪談 就是要上節目前 要先錄一段採訪 採訪段 變段這樣子 那我們在採訪的過程中 我們從 已經先發完第一段了 從A點移動到 要移動回B點的時候 在這個過程中發生撤破 所以 非常嚴重 所以我才說 為什麼 是第一天 穿了這件外套 就變血液了 因為那是大熱天 長期外套誰 沒事誰會拿出來穿 不是因為要上節目 所以拿出來穿 這個一天就廢了 夜小時還不是一天 對 然後 非常非常非常嚴重 熱骨斷五根 右邊熱骨斷五根 右大腿斷兩個斷點 骨骨頸跟骨骨幹 然後左邊眼眶骨破裂 右邊鼻骨斷裂 然後總共住 加護病房17天 加護病房17天 然後總住院日出54天 對 只要被花超過50萬年 對 也要被花超過 因為剛好有一項是 健保完全不給付的 就是熱骨內固定 這幾年才剛引進來 急速健保還沒有得過 所以 沒辦法使用健保給付的狀況 對 然後 我剛剛說我花了50萬年 對 如果啦 我們大概一直在說 勞保勞保勞保 好 為什麼其實萬宋年 沒有非常希望一定要有勞保 大家看 如果我的 以我受傷的狀況 如果我請你勞保給付 大概就是12萬多 大概只能拿到12萬多 大概只能拿到12萬多 然後我每年支付的保費大概是1萬4千多 沒有1萬7千多 那為什麼會只有這麼低的保 因為大部分都在養老幾乎 就是那種 退休 退職精確 它不是真正保在我們最需要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 這可能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間 例如說未來如果有職災險 這樣正式開辦之後 應該會有所改善 也希望有所改善 那我自己 因為從以前就比較重視自己的意外 所以 保額很重 意外錢的保額很重 那保額很重的狀況下 理賠狀況也當然是還不錯 就是133萬 可以看喔 大概10倍 同樣的 腳差不多的錢的狀況下 大概10倍的保額 因為基本都算不上 對 然後 這是我今年撤貨的一覽表 這是我這次 我總商願意面對幾件 對 就是 因為我 可能也是 走在路上的風險就多啦 所以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欸很ticky啊什麼的 我現在這些夥伴我都會跟他講 你不要ticky 看一下我的案例 2018年 這幾年發生了車禍 事故啦 我只能算事故啦 我覺得 第一個都不算車禍 機車我停在 車格裡面 靜止狀態 那天風很大 把我的機車吹倒 要到得比港 還夠夠了 還夠了很貴啊 我就很貴啊 怎麼辦 叫保險 出保險 然後 還好保險公司願意賠啦 因為他有條款 人家的條款有比較 有寫到 所以還可以這樣子 那所以 最後就是 車型大概賠了4萬5千塊 去修了那兩台車 然後再 然後再來是 也是同一年 在綠燈起步的時候 被左側 十字路口從左側來的叫車 擊落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完全不知道那條是逆向形式 對 那條路他沒有耗字 他也沒有注意到 根本沒有交通耗字 所以變紅燈他也不知道 他也沒有闖紅燈 因為沒有紅燈 他沒有耗字 那是逆向形式 對 那 對方的車 對方有車險 所以 賠我大概3萬塊左右 幫他修車 跟修氧期 大概 修氧期 一點點 工資損失這樣 因為也沒受很重的傷 然後到2019年 也是有點倒楣的狀況 就是 在前後都沒有車的狀況下 前後都沒有車的狀況下 隔壁車道 因為閃避前車 時空滑到我的車道裡面 對 我完全沒有閃躲的空間 那還好受傷也不是非常重 然後 對方賠償我修車費兩天死 然後5800塊是強制選領賠 其實我這兩天才把它申請下來 對 因為剛好有找到專機就把它申請下來 對 然後2019年就是我 剛剛看到最嚴重的那一次 各有責任 那今天下午還去交集 完全沒有交集 那對方 因為為什麼會完全沒有交集 是因為對方沒有保險 沒有保車險 那所以就造成我們和解上非常麻煩的問題 這樣 我 這也沒辦法 然後再來就是2020年 今年 今年發生的事情 而且就在 應該就是我上一次參加到 鄭家做的前幾天發生的事情 可是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 因為10天後警方來通知我 發生這件事情 然後警方通知說 有人到我趙逃 趙逝逃一家過世傷害 我說天啊 這是怎麼回事 然後我說 因為我超車的時候 嚇到他 造成他失控 然後撞到路邊平方的車輛 然後 就要我 希望我陪 就是 因為這樣我沒有停留 所以他告我肇事逃逸 然後 那個 然後跟波士傷害這樣子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他這樣 這太倒楣了吧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可是就是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他到時候是 建方 其實沒有開庭 他是開那些文件 看一看說 那個造成討逸 不起訴 可是 我覺得你有過世 我覺得你有過世傷害 那我就把你起訴 那我怎麼辦 我連身邊的機會其實都沒有 後來想一想 後來到了法院之後 法院也是月中 10月13號才剛開庭而已 月中 當庭 對方提出來的 拍賠償金是 希望要一萬五千塊 那 我其實 當然 我當然也很 不是很開心 就覺得不服氣 我怎麼會有錯 而且 初判表裡面也寫到 其實無法堅定 因為其實也沒有畫面 都各說各話 那這樣子 我為什麼要賠這筆錢 我為什麼會願意賠這筆錢 是因為 我隔年如果 我如果這筆錢賠了之後 用保險出了之後 我隔年的保險 我不會會暴漲 會暴漲一萬 大概八九千塊保不掉 因為我的 因為我錢 你看嘛 我前年已經 2018年已經出一次車禍 2019年又出一次 要從我這邊理賠車禍 所以我的風險係數很大 在保險裡面風險係數很大 所以變成說 我如果再加2020年這條也要賠的話 那我明年的保險費就保不掉 所以我在全能之下 我就怕算了算了 給你給你給你 我就不想說 不想跟他囉嗦太多 就這樣子 可是從這樣子 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 並不是說你只要你小心行事 就不會有事 對啊 就不會有事 剛剛我們看到前面的文件提到說 投保老保的比例 大概不到百分之五十嘛 對啊 更可怕的是 投保 那個 那個 營業機車 營業機車責任險的比例更低 更低 更低 就像昨天 欸 前天啊 前天有一個 新聞有一個案例是 Fu Panda 撞到一個女生 然後那個女生過世了 然後那時候我衷心期盼他有買保險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他這個賠償金 可能會毀了他下班的日子 對啊 因為那個額度很高很高 你讓一個人過世了 你至少五百一千萬 你應該是跑不掉的金額 對啊 那 所以 那我也是經歷過這些之後 我開始覺得說 好像不是應該 好像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 尤其在車禍修養過程 再加上這些案例 我就覺得說 欸 其實應該幫夥伴 看能不能多做一點 我就跑去考保險執照 跑保險執照 然後 大概九月 九月把船營考過 我就在群組裡面 那個 放送 就說那個 詮釋 我覺得有一點詮釋的味道 就是 希望大家一定要保 一定要保 不知道怎麼保 就找我 如果有管道保 就自己去保 對啊 那我希望說 能夠透過這樣的 觀念建造 觀念 觀念的建立來 減少外送員 出事之後要負擔的一些風險 然後 結論來說 外送員其實是 一分努力一分收穫 那當然是會有比較高的風險 那短時間 就像剛剛有 還有說到 就連我 我也不想做長時間 怎麼可能 一輩子做完什麼 我一定是有其他的目標 可能 希望可以再做的 然後 可是如果長時間的 當然是會比較不建議 我們現行勞保保障 確實不穩定 那這也是一個 我們很期待 能夠解決的問題 尤其在執災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 因為剛剛 那前一份 PTT他有提到一些問題 我想要幫他分享一下 可不可以幫我 切換到前一份PTT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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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著來 下面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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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我來按 對 這個 我覺得對這個 蠻好玩的 因為 你有沒有從外送中累積心經 我覺得這是看個人 並不是沒有 對我們來說是有的 對我們來說是有的 從我一開始 接入這個行業 我一天賺一千塊 然後 久了之後 慢慢的 欸 我發現一些訣竅 因為 其實他是有訣竅的喔 他是有訣竅的 那個派單系統 他是有固定的模式在運行 你要去抓他的模式 慢慢的就到兩千塊 慢慢後來就到三千塊 到四千塊 甚至超過四千塊到五六千塊 都有幾個一天 一天的狀況 對啊 然後在 在外面的時候 我也是觀察著 整個行業的狀況 例如說我會觀察 餐飲業 什麼比較好做 外送的愛都叫什麼多 他會建立一些市場的概念 在外面 所以我覺得說 並不是說 不能累積新技能 或不能拓展新事業 而是你 對這份工作 你有沒有辦法去 觸類旁通 開發出一些新的東西 對 大家都會覺得他沒有 他沒有長遠心 對 可是並不是這樣子 尤其 最近有一些文章 有寫到 一些企業主啊 大老闆 或者一些主流的意見 他都不是很建議 青年去做外送員 他都覺得這沒有累積性 什麼什麼的 好 那我換位思考 好了 如果一個 一間公司 你做到頂天 大部分七八成人 做到頂天 大概是中間主管 你公司的中間主管收入多少錢 有沒有超過五萬塊 在中南部很多公司是沒有的 在台北有的也不多 老實講 五萬塊 一個月五萬塊也沒有 那可是我 我剛畢業的一個年輕人 我需要就是錢 我要還學貸 社會給我的壓力很大 我要立刻 找到一個伴侶 趕快結婚 結婚之後 社會給我壓力 要買房 要生小孩 一切都是錢 那在這種最需要錢的時候 社會給我們的薪水是多少 三萬 三萬可能 三萬可能還算不錯 一開始起薪 三萬可能還算不錯 兩萬多 那這樣子的狀況下 你這些變態的薪資結構之下 你怎麼有辦法去要求 年輕人或從事外送人說 你這個工作沒有累積性 你要做有累積性的工作 可是你這個行業有累積性的工作 做到你的中間主辦 也就是這個錢 也沒有比我好 那這樣怎麼辦 那這樣難道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是整個薪資結構 已經變化 已經對青年其實不是很友善 那最近其實在大陸它有發生一些狀況 我覺得在台灣也慢慢開始有產生 就是外送人的工作薪資影響到了他們市場上的收入 因為他們的外送人 一天大概可以 一月大概可以做七千到一萬塊人民幣 可是你如果在一般公司可能三四千塊人民幣 大家都要做外送人 很多年輕人寧可不去待工廠 我也要做外送人 台灣已經開始有這樣的現象 我已經觀察到 幫他加入的人越來越多 這種情況也是越來越明顯 那所以我覺得 有沒有累積新技能 其實看個人 那至於說你有沒有 你是不是一輩子要做這個工作 大多數人都不會 存到一筆錢 我有很多在青年賺起來都夠棒 可能賺了幾百萬他就去投資 他又不跑 也是會跑 就是跑得好開心的 他已經錢賺夠了 那他就是開始做投資 做買股票幹嘛的 或者他有去創意 都有啊 或者他出國去留學讀書都有 其實這種事情也都時空見不快 所以並不是說做外送就一定怎麼樣 沒有 這是看個人 我覺得是看個人 然後平台機制喔 平台機制這個我也要講一下 就是基本上有些不太有 譬如說派單 派單的派單 有一定的原則你要去抓他的準則 其實你只要抓到準則 你的單量大概都不會少 他UberEat有UberEat的準則 然後FuPanda有FuPanda的準則 每個平台每個平台的 他的AI寫的不同 程式寫的不同 他就有不一樣的樣態 然後巨單的話 巨單的話以熊貓來講 FuPanda來講 現在大概是可以到百分之十吧 他剛剛有說過 那百分之十其實我覺得其實比UberEat還好 因為UberEat它表面上可以讓你巨百分之十五的單 可是它只要你連續巨了三四張以上之後 它就不給你單了 你會發覺我今天的單怎麼那麼少 對 它就不給你啦 它是變相的用少派單來減少你巨單的可能性 而且它也有限制 譬如說我如果在這個餐廳等太久 我要把它取消掉 一週上限九張 可是FuPanda沒有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說FuPanda好像比較接近城南 比較接近僱傭制 其實在去年勞減之後 我覺得已經不是這樣 它更貼近城南制 甚至比UberEat更自由 就像我說的嘛 UberEat FuPanda排班排了 大概百分之八十都不去上 其實也不會怎麼樣 它其實跟你的自由上下限也不會差太多了 對啊 無預警調整的薪水確實是個問題 這我們也是希望能夠 未來有機會訴求說 承擔制的薪水 一旦制定了之後 必須要有一定的年限不能調整 如果要調整還要經過勞資協調 我們希望能夠有辦法加入這樣子的相關條款 不然的話 其實我們的收入是非常沒有保障 它每個禮拜每個禮拜一調 那現在是譬如說 它有時候不是用錢去調 它有時候是去用接單率 或者是你上班到班率來去做調整 如果說之前一開始 我剛回來跑的時候 它接單率標準是百分之八十五 現在就到九十 它是一啪一啪一啪 每半個月調一啪 半個月調一啪 半個月調一啪 這樣瘋瘋瘋瘋瘋 這樣就慢慢調上去 那這樣子對我們來講 就會 就是說你每次都要跟我們調這個東西 你就是覺得很不滿 當然是會很不滿 然後人數碰管在中南部比較嚴重 在北北基地區大概基本上都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 只要你願意上班 大概都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一定都選得到 那平台即時處理窗口 現在都是真正克服的 就是它有 它在國外有Core Center 我們直接用網路 網路跟它做連線 所以其實它是可以即時的幫你處理的 也不太有大問題 只是說 如果你遇到一些不透明的 例如說 大家講要看接單率 像熊貓它就有一個問題 你沒有辦法其實查它的接單率 你自己現在的接單率是多少 你查不到 就是說 你 你是不是已經快要超過那個10%了 你不知道 你還必須要 你自己記錄 你必須要記錄 我據一單 我就要在 我記事本上寫一筆 你自己把它算出來說 那個據單率有沒有超過 那有些狀況是 有些狀況是 人家定義不明確的時候 就是會不小心超過的定義 就會造成損失 這樣獎金就不給你了 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這個 我覺得也應該是納入未來 可以協商的部分 希望它透明 對 因為唯有 比較穩定的薪水 比較透明的 做比較透明的機制 我們才會對外上的權益 會比較有保障 然後至於說 為什麼不罷工 其實UberEat有罷過工 它是領形的罷工 它不是明確的罷工 而且是有成功的 它在 它好幾次都是 因為UberEat 突然調降 調降它的收入 調降我們的計算薪水的收入 然後 因為我們有很多平台可以跑 像我自己有跑的 我自己登入幾乎所有平台 就是現在世界上看到的 UberEat FuPanda 然後 有很多 油無快送 那個Futemore Futemore它不是自己送 它是分給貨運公司去送 拉拉快送跟GoGo Bay 那這兩家我都有加 所以有時候會看 有時候都會跑他們 蝦皮也有 然後全球 全球快遞通常就是跑蝦皮的單 跟油無的單 其實課的平台我大概都有 然後還有另外一家叫 跑跑蝦皮 它是專門幫忙 帶買東西 或者是帶排隊的這種 蠻多樣開的 那 在課的平台中 我覺得要建立出一個機制 就是 我們制定一個 我們制定一個準則之後 要一段時間 至少一兩年不要再顧 這樣我們才會有保障 我們才有辦法有延續性 我每個月每個月變 這樣怎麼辦 我這個月可能很好 我下個月就完蛋了 就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那 對於想要長久做 或把他當正職人 那確實也是非常非常不利 那當兼職人 他可能說我不好就不要做就好 當正職就比較困 尤其又是有缺錢恐擊的話 那他可能很難脫離這份職員 因為在 目前我觀察到社會上 一個沒有什麼門檻 你只要有台機車 你沒有犯罪紀錄 就可以加入著工作 他又可以 你只要願意做又可以賺這麼多錢 沒有 你幾乎沒有第二份 那我也希望說 在未來能夠 能夠讓整個外送業的機制 能夠促成更好的狀況 那今天我想帶來到這裡 大概有什麼問題嗎 我想到一個問題 大家沒有回 可是 剛剛有一位 剛剛有一位 講說 我們外送費只付19塊 多少塊 那 他到底賺了什麼 其實外送平台跟餐廳 抽成大概是抽30到35% 所以你訂了 又訂100塊的東西 其實是有35塊 是給你外送平台的 對 那一般人不會只訂100塊 他通常都會訂少少高一點 因為現在100 是不知道什麼 不太值得到的東西 對 就是大概平均大概這200塊上限 200塊也算一下如果是30%的話 30%就是60塊 再加上外送費19塊80塊 給外送你們平均70塊 他賺10塊錢 這就是 這就是整個商業模型的狀況這樣 那還有什麼問題可以盡量 好 那我們就謝謝柏豪的分享 因為柏豪剛其實我想介紹柏豪主要是 今天也會邀請柏豪來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真的從事過現在台面上 或者是已經推出台灣市場的平台 柏豪幾乎都從事過 所以我台灣一來介紹的時候說 他絕對不會只是一個柏豪大的從業人員 那麼簡單 因為他從事過非常多平台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經驗 那好像我剛剛看到有 有夥伴迫不及待的想要提問 那我們時間還蠻充裕的 那我們就開放給現場的夥伴看有沒有 要針對哪邊要問問題 我想請問就是那個126份問卷裡面 你們有說不同縣市的比較嗎 比方說台北正值多一點 時薪高一點 或中部南部正值多一點 但時薪小一點 會有這個分別嗎 會目前整個派市看起來嗎 沒有 我們沒有做縣市面 我們就是選項裡面 沒有分縣市面去處理 那第二問題就是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柏豪這麼早就想要外送 特別喜歡送嗎 是為什麼會這麼早就結束 而且是這麼多的平台 因為你知道參與社運跟政治是不用收入的 而且他要花很多錢 那個時候一定就想 那我什麼方式可以賺錢 一般傳統大家想到的是計程車 可是計程車你要有一台車 那你還是那個門檻其實不低喔 我想了半天突然 那機車車我可以 然後突然想到好像前一陣子 好像有一個朋友 他有在做這種新型態的送貨的工作 我就去試試看 我就想一想 好像有這個平台 我來試試看 所以我第一個加入的是 拉拉快送 拉拉幕 就是那個時候Uber還沒有開始 大概是在Uber開通前的一個月左右 我先加入了那快送 那當然就是 一開始也是測試說 到底能不能養活我自己 這份工作我也很懷疑啊 到底能不能養活自己 還尤其第一天 那拉拉快送的模式是搶單 並不是太單 你跟新手沒有抓到那個方法 你跟那邊搶不贏撈掉啊 那個人跟那眼明手 他很瘋就要下去了 一跳出來半秒鐘 你叫立刻 你怎麼搶那個 所以我想 啊慘了 那這份工作可能不適服 等到第二天我摸手了之後 我就可以 我去看 欸可以 一天有一千塊可以夠了夠了 這樣 所以就慢慢的慢慢的累積上去 老師 老師 我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我對這個行業很陌生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所謂的正直是 他會有 就是interview真的有正直的人 然後其他有交界的 沒有 只是我自己覺得我自己是正直 所以剛剛 所謂的正直是 你們的定義 這邊的正直的定義是 你沒有從事其他任何工作 都算是正直 對 不是工作時速 沒有 你有沒有從事 對… 那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 其實那個 您剛剛也提到的 因為我 很多年前我因為做了一個健康例子 所以我做的對象是計程車司機 那因為我訪問的計程車司機 是比較特殊的 所以他們講過計程車司機 曾經在台灣 還沒有捷運 運輸系統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 他們也曾經風光過 那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您在描述的時候 我就不斷的回消息 雖然您剛剛有提到的時候 它的確有個門檻就是那個車子 但是在當時也沒有所謂 或者這種外送什麼東西的時候 它曾經就是 就是您剛剛講的 就是有些律師或者 我訪問到就有些事 他本來是大老闆 可是他因為破產 然後怎麼辦 就是做計程車司機 所以那個計程車司機 就誰都可以進去 然後也都 你剛剛講的 都是那一司機講的 我很自由啊 我是老闆 我今天不爽 我不要那個啊 那表面上看起來的自由 可能不是真的那麼自由 就像您剛剛後來提的 你秀的工作時速的 所以 因為我們是學健康的人 第一個感覺就是 這種絕對不可能傳染什麼件 那因為 因為兩位剛剛提的是 健康這部分比較少 那我就會想到這個 那還有您剛剛說的 要抓到訣竅 其實司機那時候跟我說 他撞得最好的時候 也是抓到訣竅 哪邊客人多 然後換句話說 我覺得您剛剛分享的 就讓我不賺的那個 那我就覺得這個東西 非常的有趣 因為你剛剛提到的保險 也是因為你之前有先駕保 所以不是勞保沒有用 因為可能很多人沒有 沒有像您這樣 有先買一份保險的時候 萬一他又沒有勞保 這是非常危險 所以我不知道說 對勞保這個的看法 還是勞政的立場 對 還有您的立場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 我聽起來就是會有 會有一點 因為他買自己的商業保險 他還是要一點資本 你說一個年輕人 他剛開始怎麼可能去買一個商業保險 小白一點 像我小孩的商業保險 是我買的啊 可是那是他某部分有個信念 是說我還有這個能力 如果沒有呢 然後這個工作 如果又沒有長製 我覺得 我覺得會是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喔 很好玩 我 不好意思 我問了太多 沒關係 剛剛提到保險狀況對不對 我們如果買一份基本的車險 加上意外險的總付保費 以我現在看到的方案 不能講商品 因為資本會規定 大概會落在兩個加起來 營業用的車險 加上幾塊 我覺得還蠻適應的意外險 大概會 加起來會落在七八千塊錢 這並不需要非常有資產才買得起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保障 那他也比 他也比老保比 因為要加老保 現在我們要自己去加工費 我們要自己加工費 其實所付的費用反而比較高 除非你是有正值 你的老保就掛在 你的老保就掛在那個 正值的公司裡面 那當然你也許會說 那你以後的腦退啊什麼的怎麼辦 是你真的缺錢的時候 會有多少你想像這麼多 對啊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公司願意提供給我們 老保的基本保障 當然是好的啊 那當然是好的啊 問題是這個行業 目前現在沒有 那所以這就是造就 我覺得說我應該來幫忙夥伴的 這個因素 然後 然後 計程車跟 你剛剛提到的 其實計程車跟外送 對他非常的像 以前我們視計程車為 社會最後一層的保護網 現在變成外送 對 確實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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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只要 你只要沒有犯罪紀錄 然後 你還有 你還願意做 你不管多老都可以 我年輕當然 太年輕也不行 大概49歲之後 UberE的規定是19歲之後 對啊 那 你都可以做這份工作 對啊 甚至我們也有朋友 他是靠這份工作 把碩士錄完的 對啊 他是 白天上碩士班 然後晚上去跑完的時候 跑了兩年 就這樣把碩士錄完 還都全班平民 對啊 其實 他 變成說是一種 可以規劃的程度工作 他不用餵房子 他不用餵房子 至於健康的問題 呃 這個就 就是為什麼大家都不想做那麼 就長時間 大家也知道這個狀況是不行的 對啊 那 我 我剛剛那個工時 你覺得 你看我只做兩三個月 接下來我就休假到現在 但幾乎沒怎麼做 有做啦 做一點點這樣 可是有人就是每個月這樣做 所以 每個月這樣做 我這樣的工時每個月 很可怕 那 可是 你遇到 人就是這樣子嘛 你遇到真正困境的時候 你會不會想要一兩年的時間 甚至不要說一兩年 幾個月的時間 趕快衝一下 那我把這個困境解決 我就可以不用做這段工作 就像 好 我自己 我自己這幾個月 為什麼會跑得比較少 其中一個關鍵因素 就是我負債忙碼 負債忙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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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就不想出門 完全不想出門 跟我那種 你叫我這邊做 那個半個月兩天兩百個小時 那我可憐啦 我就沒有壓力 我幹嘛要做終於沒 對啊 那我過了下去 我並不一定要存很多的錢 對啊 那當然要垂一點 可是並不需要做到這麼誇張 那我未來還是會做啊 可能就是時數就減 我不會做到每天14到16個小時 可能是8到15個小時就好了 就這樣 那就是我目前的一些想法 大概也沒有人會希望永遠做這個 比較少吧 可是它確實是可以階段性解決 你的財務問題 一個很快的方法 我補充一點 就是剛剛老師有問到的一些問題 就是老師我們這一次或者是今年 我們在做很多的一些研究或是活動 其實都跟外送人員有一些密切的關係 主要也是因為這個議題 是這一期年大家開始關注的一個議題 包括是我們從 欸我們看到是 老東發的提出了外送指引的2.0 他也在7月去做了一些狀案的勞結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 外送人員發生車禍 或者是發生一些爭議的事情 其實每隔幾點都會在下班 新聞媒體上都會看到 那以勞政的立場 我們當然會想要先去了解到 是說那外送人員他們的一個勞動的一個樣態 或是什麼樣子 這也是我們今年開始在做這份問卷 然後辦一些活動 其實我們 我一直都沒有提到的幾個字 包括薪資 包括勞資關係 因為他們的這個勞動的樣態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以勞政的立場我們當然會覺得 包括是我們現在的一些法律的一些觀念 你如果是勞部關係你就是有嘛 你如果是承擔關係你就是沒有嘛 你就是沒有 所以勞政我們會希望是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樣態先畫出來 我們畫出來 他們的勞動狀況到底是什麼 這是我們做這份問卷 還有做這幾份研究主要的一個狀況 我們要去了解之前 我們要先去理解它的一個樣態 然後這個是 這個首先那個 所以包括像老師剛剛有提到的是 那後續健康的問題 就我理解的是 目前台大公衛的正良文老師 他那邊其實也有在做專門 有關於健康的一些問卷的一些研究 近期開始他們在做一些相關的 那我覺得那一部分 或許的那份研究出來之後 可能可以回答到郭老師的一個問題 那有關於社會保險的一個問題 就勞政的立場 我們當然還是會覺得 不管平台外送人他是承擔還是勞務關係 他還是要有一個基本的一個保障 還是要有一個基本的保障 包括像是我們剛剛看到是 補好他的薪資 他那個半個月的工作時間 雖然薪資很高 薪資一年 一個月加起來可能過時的話 可是他那個半個月的工作時間 幾乎都已經超過一個人 他一個月喔 他半個月的工作時間 已經超過一個人的正產公時加延產公時 都已經超過了 都已經超過 所以等於是這個薪資的後 不是薪資 都很喜歡用薪資 這個所得的後面 其實是用他的工作時間 用他的健康去累積出來 去累積出來 所以我想說 這也可能是 很多平台外送人員 他會覺得說 那我就做短時間 他可能覺得 這份工作我長時間做下去 我可能身體會受不了 或是趁年輕的時候 我就衝一波 之類的一個部分 那有關於 勞保的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的 勞工保險的費率是11% 11% 明年變11.5% 11% 可是勞保裡頭 他其實有其他的給付 最主要都還是在 未來的老年給付 他的執災的費率其實很低阿 雖然掛在裡頭 大概 大概0.2左右 其實是很低 他的費率其實是很低的 包括你11% 還有1% 是拿來做就業保險 就是你可能10月之後的部分 所以 針對不好好講 比如說像我們 我受不了勞症 所以我的勞保的 我自己的個人負擔 其實我分擔就很少 721我其實就負擔一點點而已 可是 如果是四人以下的企業 我們目前不是強制投保 所以我們企業 你可能去職業工會 對於這個工作人員 或者是自營作業者 或者是有些臨時的工作 雖然都應該要保了 可是我們目前 我們看到很多 有些人打工 或者是臨時工 或者是一些小工頭 基本上 所有雇主都沒有把他投保 都沒有辦法 所以他進入到職業工會 有自營作業者 他的那個 他自己要負擔的那個比例就很高 而且他加入職業工會 他還要繳會費 他還要繳 顧會費 然後每個月還要再繳會費 所以他的成本其實是很高的 是很高 所以像勞政我們 或者是我們一些友好團體 我們其實都一直在想要推的一個保險 叫做直在保險的單獨地方 把他拉出來 把他拉出來 然後可能透過更簡易的方式 或許不用透過職業工會 他可以用更簡易的方式去投保 這樣的一個部分 那他或許就可以解決掉一些 相關的一些問題 可是即使是如此 即使是如此 他還是解決掉是他發生車禍後面的 這個補償的一個部分 可是勞政我們還是覺得說 那前期呢 我們當然會覺得 這補償償不要用到是最好啊 前期的預防應該要怎麼去做 特別是萬宋人員 我們看到老政我們這份 126份以後 110個他最害怕的是遇到車庫 那包括像柏豪他的經驗 經驗豐富很久 久病成良一 所以 經驗非常豐 這豐富不太好 所以我就 柏豪他講說 就是說 柏豪他就久病成良一 所以他現在就是自己的保險自己賣 所以他就自己現在也有在做相關的一些 一個部分 可是我們當然會覺得是最好就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包括像前面的這個 旨在預防的風險應該要怎麼去處理 那我覺得那是毀老症 後續下一步可能要更進一步去研究處理的一個部分 大概一些簡單的一些補償 其實我剛剛再補充一下 其實像台北市外送公會 他的會費 月費啊 月費收300塊 那300塊在意外險 尤其如果就是團險的話 大概可以買到非常非常好的條件 光月費 光你講這個月費的錢 你如果去買上一保 意外險就可以買到還不錯的保障 還不錯的保障 至少都比老闆好非常多 對啊 那所以 我們才會怎麼走 我們如果要我們投公會 其實我之前 我在車禍之前 我也沒有投公會險 我也沒有投老闆房 我反而是到車禍完之後 想一下還是投一下好了 我並沒有說一定要投 我只是覺得還是投一下好了 對 我只是抱著這樣外面投的 對啊 可是我從大從心裡覺得太划算了 那不是我要的東西 真的 有兩萬個嗎 好 我有兩問 第一個是 我好像看到台北市最近通過 也在最近這一年出大 一二月的時候通過 就是外送自治條例 我好奇這個 因為台北市通過 那一下現場沒有通過 沒有造成 就是不同 譬如說可能在台北市 就是賺的跟在其他現場 賺的會有什麼差別 因為如果通過條例的話 可能是代表強制要大保 然後品牌需要付出一些相對的保障措施 對 所以我就有好奇不同的縣市有沒有差別 那第二個是 就是我有沒有好奇 那所以 就是不管是 或者是富庸或是承攬或是有什麼折衷 我就不知道 呃 勞政心中 對這種外送人 理想的一個勞資關係是什麼 那 勞政的 理想勞資關係 跟外送人心中 理想的勞資關係 就是有沒有差距 或是外送人心中 理想的勞資關係 因為剛剛在那個調查中 就說外送人希望可以保持彈性 可是又維持獲利 但其實有時候相對 然後又希望可以保障安全 但其實這些是很難折衷的 我就不知道一個 就是不管外送人 或是勞政的立場 到底個理想外送人的勞資關係 是講什麼樣子 謝謝 我先回答一下 台北市定例其實是一個比較擔心的作用 因為大部分公司 大部分企業的總公司 都會設任台北市 台北市定例下去全國就實施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因為像FuPanda 跟UberEast都是這樣 當台北市的條款定例下去 跟自治條例定下去之後 他全國一致實施 他不可能再分句說 我們這一區不一樣 那一區不一樣 就做不到 那當然新北市 他最近有在研究 要定更明格的 那會不會造成其他影響 這總共有待觀察 因為新北市 最近也找新北市的公會去開 開一開的相關研討會 那我的公會是保在新北市 所以我對新北市一些賄賦 我有稍稍一部分了解 那 至於說我們理想的關係 理想的關係是相互無所 我們有 我們有 我們有自由的 接單權 可是公司也提供我們相應的 商業保險保證 我們沒有一定要勞保 我們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要選 一定要勞保 主要的保障並不一定是難保 對 有意思 這個年輕人 我這樣似乎不曉得對不對 這一個是職業玩家 我現在請教你一下 你在工作上面的時候 併用你的所謂的身材工具 這部機車 你的工作中的這個 時速紀錄最高是多少 一天17個小時 不是 數機車時速 機車時速最高大概100 那一天18個小時 那還沒辦法騎太快 老車 那 想請教你 在這個使用道路上面 你使用所謂的人行道 機率多不多 騎在人行道上 騎在上面機會不是很多 因為 我講個句 大家不是 我們其實都挺紅線 你可能挺紅線都不在平等行道 是不需要騎到的行道 對 很多時候其實不需要騎到的行道 那 那你 停在一段車道上面 沒有 機車停車位 對 是一個風險 這個風險 這也是一個風險 騎人行道是一個風險 我知道很多 夥伴會去騎人行道 可是 我比較偏向平等行道 為什麼 騎中的機率很低 也許是因為這樣子吧 因為 紅線我們停一下就走了 我被開單的機率會非常低 可是騎上的行道 開單的機率 機會其實是比較高的 警察比較會做到這個方向 這就是想要告訴你一個 在一般的人行道 在交通規則裡面 其實它是它的定義裡面 並不完全 我總認為 停到人行道 騎到所謂的一般人行道 反而是更合法 因為在交通規則條例裡面的人行道 它是規範在所謂的旗樓或是廊道 而不是我們現在就是馬路邊的人行道 除了馬路邊的人行道 畫了現在有所謂的綠色的腳踏車轉用道之外 其實都是合法的機車行駛跑道 所以說 我說你們這樣子的玩家 對於你們的身份環境的條件 的認知 對我來講是非常無知 但是這個無知 其實我相信在座的人 有真正去看過 這個交通 這個規則處罰條例裡面 對於這個道路的使用權 一般的人 其實 就是 我是認為 尤其對於你這個專業 你要好好去應用 而不要被這種所謂的 警察的亂說 就把你 在人行道就可以開單 這些事情 這個也是一個所謂的 這個生存的權利 不應該就是專備喪失 然而你聽到這個紅線 聽到這個路邊的這個無奇車位 這個風險 這個是沒有必要的用 對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去面對你的這個 在一個都市生活的生存權 提供我們的參考 謝謝 謝謝 所以大家主要是 是分享 對 然後剛剛有一位夥伴有提到 是 但勞政對於 平台 外送人員跟平台之間的關係 到底會是怎樣 那 勞政從我們的問卷 或是從我們的訪談裡頭 其實都得到一個 滿有意思的一個狀況 就是 滿多的外送人員 他其實想要的是承擔的自由 可是他同時他又想要雇佣的保障 他其實是矛盾 他其實是矛盾 所以 勞政我們的立場 看到幾個工作形態的樣態裡頭 我們會覺得 這個如果從 不管是勞動 不管是從學理上 他們的相關的一些從屬性來講的話 應該會是偏雇佣多一點點 應該會是偏雇佣多一點點 可是 同時在我們在這份問卷裡頭 我們看到的是 絕大多數八成的外送人員 其實覺得自己應該是承擔 覺得自己應該是承擔 那 勞政會覺得說 那應該是要 怎樣的去定義佔光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問題 包括像是勞政的內部 其實對於這個 的意見其實都還是 還在討論當中 所以我們也是會希望 從這一份的問卷 從這一份的訪談裡頭 我們去購入出他的樣態之後 或者是我們可以找到幾個外送人員 我們一起再去思考下一步 比如說像是 國外有在 這個問題不是發生在台灣而已啊 國外有些 處理這樣相關的一些案例 包括可能通過集體的訴訟 有法院去講說是雇佣還是承擔 有些可能是這樣子去處理 有些可能他是用別的法令去擴充 這個勞動條件的保障 可能不是只是單純的從雇佣裡頭去談 在台灣不是沒有 台灣包括像是我們的職業安全衛生法 其實有些的條文其實是比雇佣的狀況更多一點點 比如說你是承擔的關係 有些條文你也是適用於職業安全衛生法 所以他其實是比適用範圍其實是更大一點 或者是像我辦公室有些人他覺得說 那可能用合作社的方式去處理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他去合理的去分配這個後續的這個英語 我就不用受到平台的剝削 我不用再受到平台說你要給我改獎金的法法 就讓你去改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後續下一步再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狀況就是 包括像剛剛有一支提到的是 那公會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到一個點是 公會我們會覺得說 阿公會 很多人都覺得公會 你們會覺得公會應該要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公會 我相信應該不會只是覺得公會就是投保勞件吧 不會 所以公會他應該發揮 像是很教條 我會不會很教條講說 我們的勞動權有一個消極性的保障跟積極性的保障 可能就是法律上的一些規範 可是積極性的保障就是我跟雇主去談更好的勞動條件 比法令更好 可是如果外送人員他組織的公會 組織的公會他有辦法去跟平台談團體協約嗎 如果他的身分是承來 包括如果你是職業公會的話 你職業公會必須要是這個企業裡頭收雇一半以上的 你才有資格跟你的雇主談團體協約 外送人員如果他是這個身分沒有去注意的話 他可以就跟平台去談團體協約 我覺得這個就要打上一個很大的一個問號 這個是我們自己在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的時候的一些反思 然後跟大家做一些比較簡單的分析 還有伙伴想要有請問或是想要分享 我們先請博阿好 不好意思那個 博阿好那個 老師好 我想請問一個問題就是 在我這樣子了解外送品牌的他的身分 我覺得也是要說他是承來或是要說他是僱傭 都有在兩邊很奇怪的點 也都有很難去認定的點 所以就是我記得在暑假的那個林隊有講到 外偏偏偏是個案認定 但是也都還是存在很多爭議 那我是剛剛聽到博阿好有分享 關於外送人員出車禍這件事情 除了自己出車禍撞傷 自己需要醫藥費以外 我看到我覺得更有疑問的點是 像外送員撞到別人了 甚至車禍致死別人有出其他意外 這一點像如果是雇佣關係或是一般的工作的話 按照現行法規應該就是雇主要付連帶的賠償責任 那像雇佣關係就是雇主要付連帶的責任 但是承來關係就不用 那這個在中間的外送員 它有在中間搖擺的點 可是我認為雇主要付連帶責任這個立法的目的 應該要被貫徹到這個外送員 平台外送員的這個案件 而且我覺得應該是很合理 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我解不出 但是我覺得平台當然要付一部分的連帶的責任 就外送員出車禍 因為他是穿著富貝納的衣服 背著富貝納的包包 送富貝納的貨品 執行幫富貝納賺錢的過程中 造成別人的損害了 造成這樣的事件 那平台一定的連帶責任 我想問就是我或是老真正 就是你們的立場或是我這樣的觀念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嗎 當然如果能這樣是最好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現在最近有在討論就是 平台都把成本外部化 對 成本外部化 其實就是在談這個東西 平台並沒有負擔到它應有的責任存在 那我們也希望說能夠修法往這個方向去修 可是在還沒有修法之前 我們只能一個一個去選擇我們的外送夥伴 尤其在機車型方面它有一個狀況 就是以前啊 以前沒有營業機車條款之前 在營業機車條款 那是去年剛開始的東西 那在還沒有之前 因為經理機關也沒有對我們的機車做營業機車認定 所以我們其實都叫支援機車 那雖然定型保險定型化企業它有說 那個不能做載人啊載貨什麼的 可是我們也沒有遇過不理賠這種話 從來沒有 像我除了那個時候我也沒遇過不理賠這種話 它也沒有跟我阿補到這一點 所以代表說其實大部分保險公司在遇到這種狀況 到一戰以前都會理賠 可是自從了營業機車險這個商品產生之後 就是代表保險公司開始注重這個條款 那也許小的它也許願意融通你賠 就是阿算了 看你進一點社會只能我配你一點 可是如果大別人 那可能不願意 所以這其實變相增壓我們的成本 那當然就即便是增壓我們的成本 我還是希望外送的夥伴能夠有這樣子的保障 那當然如果這樣子的費用能夠由公司來出 那當然是更好啊 或者外送公司它平台它負擔負負責任性 也許是更好的一種選擇 對啊 因為現在國泰 糟糕 我不曉得你講 就是某保險公司 它有出 碎片化保單 碎片化保單 就是你上限時間才開始算保險 那是有碎片化保單的機制 那所以在這方面 既然已經有這樣現行碎片化保單的話 那我相信 未來也許願意做程度的保險公司會越來越多 那我們也希望 如果政府有修法 政府有修法的話 我們也希望說 政府 我們外送公司能夠承擔這樣子 可是還是要政府修法 你不要一個民間公司主動承擔這樣的責任 老實講 鈺木秋鈺 並不是每家公司都是顧布色 我們時間差不多 剛剛好像還有一位伙伴想要 我用簡單的請教老張還有國豪的比賽 因為我想請問 雖是你們在與外送公司接觸的過程 他們對於承攬跟僱傭的想像 會是什麼東西 因為剛剛溫俊有提到說 像僱傭的話 可能外送公司會覺得很直覺說 如果我是僱傭制的話 那我的工作時間必須是要限制的 然後如果是慘了 然後相對來源 可以是比較自由 但其實法規上在於 如果你是僱傭關係的話 其實僱傭要進很多 包括是你什麼時間 可以終止契約規定相關 或是相關 接近別的工作平台法 都有些規定 那我們 因為我們自己 我們在訪視外送員的過程中 我們一個蠻疑惑的點是 他們外送員們好像不是很清楚 很明確知道 如果你是承攬或是僱傭 你可以有哪些義務 哪些權利 所以我想請教 就是柏豪跟老公這邊 你們在訪談的過程中 你們會覺得外送員 是不是對這部分 其實是沒有很清楚的 然後第二個問題 喔 太久了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因為其實像剛好好的 你其實除了外送平台這邊 因為現在的貨運業 又是夠夠本 那我想 我比較好奇的是 那其實 貨運業對於底下的外送員 他們的管理模式跟外送平台之間 是不是有什麼差異 因為現在大家的焦點 比較關注在外送平台 但其實像貨運業 他們與底下外送員的一些勞動工具 甚至是有一些人力媒合平台 包括是經典人力媒合平台 這其實都是平台對於外地 像那些勞務提供者 他們的互動模式 會是一個很關注的焦點 然後也許那另外再講一點 就是可以回應剛剛那位同學 他說 但台北是外送員私事條 而且他其實像新北、桃園都有在討論 然後我們那時候 跟地方勞工局的接觸的經理 我們也問了這個問題 他們說他們現在的自治條例 是以勞務提供地作為的法條的規範 你這間公司 如果你底下有外送員 在我台北市工作的話 那你就是必須介紹台北市外送員私事條例 那這部分是我簡單的分享 謝謝 那我就請博豪跟宇璇 就針對剛剛的提問回應 然後再做一個比較簡單的結論 我這邊提示一下 因為剛剛太長了 忘記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對 外送員們對顧優跟承擇 顧優跟承擇 其實大部分人都不太會分 大部分人絕大多部分人都不太會分 可是有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就是大家會認知 顧優是受法令公使限制 那我既然是一個缺錢的人 我幹嘛還要受法令公使限制 我要把所有燃燒的生命 我要去賺錢 我當然不會願意接受法令公使限制 我如果這麼缺錢 我就是要一天花17個小時去賺錢 我還要受法令公使限制 我當然不願意 這是誰會願有 對啊 那所以大部分人對於 複融跟承擇就是一公使 那至於你的條件來講 不是那麼重視 大家也不是分得很清楚 分得清楚人很少 那變成一種野蠻發展 對啊 那現在平台 現在是稍稍有規範 那前幾年是 完全是野蠻發展 那至於你說的是 那個貨運業部分 其實那貨運業的部分 他通常都有兼的送餐 所以也一起被納入檢討了 那也一起被納入檢討 就像大家說 你剛剛說的夠夠分 他有接福德摩的餐 最近可能要全部接 去把蝦皮的飯全部接下來 對啊 那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快送也是 快送也有福德摩的單 對啊 那他也有接其他平台 像 歐豆 可能你都沒聽過 這種 預先訂餐平台的 那種單 都有 那所以 在這個檢討外送業的過程中 自然而然把這兩家 有兼著做外送 有兼著幫那些平台做外送的業者 一起拿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也簡單的說一下 就是從我自己訪談的經驗裡面 我覺得 像你剛剛問說 就是 認知程度這件事情 我覺得程度這件事情很難去 尤其是執行訪談 大家很難去 有一個比較量化的表 說你認知程度到哪裡 但是 我覺得 可能可以從訪談的結果去 去反映出的就是說 那 不管是從量化的角度 或者是我自己訪談經驗上來看 大家對於 就是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最重要的認定還是 就像大家剛剛講到 這些外送人他為什麼會來從事這份工作 最大的 最大的吸引力就是 這個工作公司很安心 不管是 你今天是要 比如說 我 上班以後 然後來做個幾個小時的工作 或者是 就像剛剛葡萄講 我就是很缺錢 那我 我即時做一份正式工作 我也會 一天上班十幾個小時 那 從我這邊 從我這邊的經驗上來看 就是從我訪談經驗上來看 大家對於 公時這件事情 就是在承擔關係 顧問關係上的認識 大家的角度 通常都是在公時這件事情 還有沒有 還有 就是很片面的去理解說 那 承擔關係跟 顧問關係可能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我出車禍有沒有保障 那 但是就僅止於這 這兩個點 對 所以可能就比較 對於其他 比如說像你剛剛提到 比較進一步的 比如說性別平等工作法 這種東西 我覺得 就比較 比較少去 在訪談中感受到 那我自己有一個 比較 推測性的原因 我自己會覺得 就是 各種程度來說 來到 就是進到這個職場的人 就是 他的目的性相對來說 就是很單一的 我今天 我今天 可能 我就是缺錢 我想要進來賺一塊錢 那 相對於 我們一般理解上的正常 一般的職場來說 我可能除了賺錢以外 還有更多的 相對更多 可能更多的社會時間 或是我自己自我成長的部分 那我會覺得 在這樣的影響底下 就是 某種程度 跟我沒有關係的那些 就是 法令 或是 雇用關係的保障 對我來講 我就不會這麼去重視 比如就像剛剛講的 心學平等工作法 這件事情 對 那 因為我們時間上 差不多 最後是不是 借一下各位的雙手 一起 謝謝我們今天 兩位講者 柏豪跟宇雪 我們今天這場活動是隱藏在明台外送下面的勞動人生 這場活動其實是勞政跟哲學星期五台北一起舉辦的一個活動 然後 我們是不是也在一起謝謝哲務的工作的一些夥伴 那其實在這個地方我相信各位應該常常過來 這邊是桌端有書 牧者咖啡 那其實這個地點是很多社群倉藝的夥伴 常常會在這裡舉辦活動的一個空間 那 其實這個空間其實今天主要是由桌端有書跟新平台無常的提供這樣的一個空間 讓我們舉辦這樣優質的一個講座 那這裡都沒有強制的消費 包括像是我們的活動其實都是免費的參加 那如果各位可以的話 其實也都可以多過來這邊走走 包括像是可以在這邊購買一些相關的一些 社運團體自己出版的書籍 其實在這邊其實都可以找到 或者是來這邊 跟一些朋友來這邊坐下來 或是咖啡 停停講座 那也鼓勵大家可以多過來這邊消費 那最後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